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的画者 和大家介绍一下港股开市之后的表现 第开超过300点之后 现在跌幅收窄,跌着250点 背21,669点 国企指数方面跌幅超过1.6% 现在跌168点,最后是9,860点 一字嘉宾就请来郭sir 和我们讲一下内地股市走势 郭sir 你好 你好 郭sir,看到内地股市上周五摘幅波动 最后成交创了近期的新低 其实都见到跌市之下 发现了一个成交比较低的情况 是否都开始捉起一个底部 初步来说应该是断定了或者见底 因为由6月12日高位5,178点下跌 去到近期的低位2,850点 其实已经累积的跌幅45% 2,328点 我相信包括早前的冲高 或者一些负面的因素 其实在一轮的下跌当中 已经反映了七七八八 早前中正监也出了一些规调 包括股份或者有5%的升或者跌 勒零停牌半个小时 如果7%就直接停市 全日停市 即是说一些做淡的 根本上没有一个空间 是比他们最极的 另外就是券商也不再用券了 就算你说你沽重其子 如果你想借货来订市 你也订不到 就算订7%就停市 你根本上是移不到的 所以在外围一些淡仓 累积的数目是天文数字 但是你沽多少沽多重也好 你就是订不下它 到最后你也是要输的 在这一分钟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如果沽重其子 你在现货是借货或者有货 在现货市场抛售大力压下去 那你期子才会跌 如果你说我沽空了期子 期子低水了 你现货就要跌了 其实某程度上来说 这个未必说不压 但是人家国家已经弄了一些规条 订留了这个游戏规则 它不能跌就是不能跌 况且还有国家对它维稳 无论你沽多10万张 沽多5万张期子 你也拖不下它 到最后市场比较久的时间 淡仓的压力是会越来越大的 所以我觉得三千点工房战的水平 是会有一段时期的 再说了 近期来说 大家都知道中央政府 开始清理一些场外的配置 因为早前在三千零点 四千点到五千点的期间 有一些叫散营的基金 散营基金是券商 是一些信赖公司 和银行组成的一些贷款机构 例如一百万可以借五百万 六百万七百万给你 甚至上千万去投资股票 这样的做法 就促动了一些投机性的追捧 难怪当时的A股 政府好像懸崖式不断上升 只有升不跌 在那一刻来说 政府开心 因为财富效应上升 有财富效应在 可以支持到内需 赚到钱 你会买车买楼 又吃又玩 整个内需市场不是可以燃点 从而拉着经济 是保持到7%增长 因为摆明政策 希望靠内需和固定投资 去拉动经济 至于一些贷款机构 亦乐于见得到 因为赚的利息是天文数字 一万亿的融资 一年计十利息 已经一千亿 一千亿大家会赚多开心 省户更加不用说 我一百万下买一百万股票 赚是赚有限 但你给我买一千万 给我买八百万股票 我赚的倍数是几倍的 为何不开心 即是在股市的不断上升当中 各方面都是觉得其所 但到后期 开始有些高抬的沽压 亦有些有心人的追击 你充得高一定会有回吐 一回头的时间 低价买那些当然要走 高价追了那些捱不住的就要斩 变成由6月12日的高位 5178点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只有一个月 去到7月9日的3373点 即是说 技术上这3373点是什麽指数 今年市的上升 第一轮高位是3407点 是1月23日 即是说 上升指数下跌 跌穿了4572点 这个高位 亦跌穿了3407点 简单说 一月开始买货 那些全部都没钱赚 大家明白了 即是说 杀伤力是大得很厉害 之后一个后抽 上到4178点 回头就插到2850点 在这一轮下跌 其实夹杂了很多因素 但其后有国家队维稳 所以大家知道 现在三天点 这个攻防线很重要 我相信未来一段时期 仍然在这个区间 进入一个整固阶段 格局 至于场外配置相关的行动 老老实散 当然可以解决了一些 过度投机性 过度借贪的问题 但市亦因此 这样交投会细小 看好的暂时来说 不敢下手 看淡的老老实实 有国家队在 有政策在 你一旦扔不了下去 大家便观望 即是变成 交投会有一段时期 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凡事一定是有利有害 有利的可以稳定整个市况 在某一个水平 指数起码不能下跌 即是外围一些追击行动 是无所思其其 但负面方面 既然认为在这里 是符稳了 他亦都不准去投机 起码短期来说 是稳定性于一切 你变成任何的入市 小幅度的上落 不敢说没有 但你好像年初那样的声势 我想大家不要想了 起码一段中短期的时间 是不会再出现的了 加上市场亦都担心 人民币的汇率 可能有机会作进一步下调 虽然官方说了 人民币的汇率是稳定的 但市场的看法不是这样 所以无论如何 A股的淡静 其实是很多因素夹杂了 或者是带了出来的 一段时间我相信都不会改变 现在这一分钟最重要的支持 仍然是8月25日2851点 或者2850点 不跌穿的问题不大 如果跌穿了情况就比较麻烦些少 初步的阻力 我觉得应该都放在第一个跌浪的浪底 3373点 任何一个日 如果跌穿了 升过3373点 才可以正式摆脱了整个一浪低日浪的形态 现在这一分钟仍然是一个低位进行整固 会不会再市底或者穿顶 现在这一分钟不止 只是知道一件事 市况越是牛皮越是没有方向 交投就越是少 可能去到年底之前市况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当然不知人民币的汇率的稳定性很重要 如果突然之间又有什么变化出来 是会直接影响到股市 至于外围的看法 会不会真的在未来一段时间 人民币的汇率真的还有2-5%的下跌 这一分钟就真的不止了 但我总是觉得相对日元 对美金由七算跌至1、2几 相对欧元由14几 早几年的高跌至108 近期是11几左右的水平 人民币的汇率只是2% 其实来说贬值的幅度是很小很小 你看亚太区周边的国家 印尼、马来西亚 我刚才提到 它对美元的汇率 已经跌至900年的低位 但人民币还是高期的 出口是有点压力的 因为竞争性会比较弱 至于7%的经济增长 如何维稳 最终到最后不是出口 就是拿税和固定投资 这方面的确有点难度 现在最重要是看下 第三季的经济增长 到底是否报到7% 第一季、第二季都报到7% 因为金融方面的贡源很大 但第三季大家都知道 股市由6月份开始 见顶一直到现在 成交又少了 各方面的环境气候都被审慎了 所以不能报到7% 是6.5% 还是6.7% 还是6.8% 等它公布 大家就保守一点点 明白 大家都见到内地股市早段方面表现偏远 上证指数现在跌17点 还有3,080点 深证城市方面跌43点 跌幅0.4% 现在做9,809点 沪深300指数跌18点 做3,232点 创业板指数方面跌7点 做1,976点 和郭sir聊到这里 休息一会 稍后会有两正online 待会再见